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蕭哥主要的新手入坑教學 今天我們要來教的就是 如何和小狐狸做朋友 和小狐狸做朋友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第一點就是 朋友的狐狸會幫你打怪 不 會保護你 像這樣子 你被咬的時候 他會來幫忙 那他就是你的朋友 他可以幫你拿武器 拿著的時候他可以防揮武器的作用 比如說他剛剛拿那個東西 然後 咬娃 咬娃 嘿嘿 超強 但是呢 有吃的的話 他應該會把武器丟掉 不要一直拆我台 欸 欸 對欸 就算是朋友他就這樣子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的極致 好啦 等一下 要示範一下 對 嗯 對啊 他就丟掉了 有吃的他就會把 不能吃的丟掉 他就只會拿吃的 然後這隻 看起來不是朋友 你看他跑那麼遠 我一靠近他就 像是逃跑一樣的跑開 那這隻就不是朋友的 像那隻就是朋友你看 他不會跑開 嗨 呼笛呼笛 這個時候可以餵他們 吃東西 吃玩具水 我發現這裡好像也不太一樣 跟你是朋友的呼笛 他就會 比較自在的和你在一起 像這樣子 好 那麼 這麼可愛的小狐狸 該去哪裡找呢 其實很簡單 超簡單 真的 非常簡單 因為 莓果和狐狸是 同一個生態系出現的 所以有莓果 就有狐狸 所以看到這邊有莓果的時候 就代表 這個地方會出狐狸 會刷出狐狸 那這個就是跑出去的 那這個也是跑出去的 狐狸 我還不要名字 跑出去的 跑出去的就不要抓了 我們去抓那個 有野性的 會跑 逃跑的 看看哪裡有 那個野生的狐狸 又跑了一隻 怎麼那麼多啊 原來我的狐狸跑 跑出去那麼多 狐狸跑滿快的 通常應該是趁他睡覺的時候靠近 通常應該是趁他睡覺的時候靠近 好 抓到了 只要用酸繩酸住 他就沒一輒了 呵呵呵 抓來一隻 好 那我還要再抓一隻 看來是 看來是我的狐狸朋友太多了 所以這附近已經刷不出野狐狸了 都是我狐狸朋友了 呵呵呵呵 也太好笑了吧 唉唷 看到野狐狸了 野生的 這時候就要潛行 按住Shift 慢慢靠近 好像就不會跑掉了 慢慢的 對 慢慢的靠近他 慢慢的靠近 慢慢的 小聲的 雖然現在外面有點噪音 然後 可惡 慢慢的靠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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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 嘿 呵呵呵呵 唉呀 唉呀呀呀呀呀 好 酸住了 酸住了之後就可以把他帶回家 嘿 嗯? 從這斷了 是他 對就他 居然沒有跑 沒跑遠 呀呀呀呀 抓住你了 那麼要怎麼確認這兩隻 都是野狐狸呢 首先就是他們不會幫你打怪 當怪物揍你的時候他們不會幫忙 那他們就是 不是你的朋友的狐狸 看到沒有 他們...不幫忙啊 是不幫忙的 你要說他們被酸住的關係嗎? 那麼...誰咬著酸神?你齁 來把酸神交給我 好,拿到酸神了 那麼來抓一個朋友 來,朋友狐狸,朋友,朋友 朋友,呵呵,在睡,不好意思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我看咬的奇怪東西啊 這是我的朋友狐狸 我看見你狐狸 咬著 很好 朋友狐狸呢,就會 看到我被攻擊,就會幫我 也不是這樣子啊 看到沒有 朋友就是這樣子 呼呼 對,他會幫你,擊退攻擊你的目標 就是朋友的狐狸,就會這樣子 所以兩隻確定 就只是,普通的狐狸 怕你怕得要死 這個時候,酸起來 然後給他們吃甜莓 然後,看出差別了嗎? 生不出小寶寶 生不出來,為什麼生不出來? 因為你靠太近了 離遠一點 離遠一點 欸,出來了 好 出現了 小狐狸 這隻小狐狸呢,就是你的朋友 小狐狸 但是因為 小寶寶的習性 他一定會跟著大隻的 所以你會 以為他一直逃離你 其實並沒有 他就是你的朋友小狐狸 你只要把他牽過來 這邊 好 再用剛才判斷朋友的方式就可以了 你先 咬著這個吧 咬著 對 OK 然後 打我啊 欸,你可以不用來幫忙嗎? 謝謝 來,咬我啊 好 好熱心喔 雖然小隻的好像要幫忙打 但是 都沒有打到的樣子 太熱心了 趕不走你 再一次 對 有了 找火 飛走的就是 找火飛走就是他打的 小狐狸打的 因為只有他 他咬著這根 才有燃燒效果 對 就是你的小朋友狐狸 好 對 你的朋友狐狸就會這樣子 幫你擊退 怪物 以上呢 就是 路阿和狐狸交朋友的 方法 以及 好處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沒人洗一下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